5月16日,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国已出台了六稳措施 关税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完全可控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国对于关税升级会采取什么措施 高峰表示,中国在2018年下半年便已出台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措施 并已取得相当的成效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会对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就中国经济而言,影响完全可控 去年下半年,我们出台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的六稳措施 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我们将进一步实施好六稳措施 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 目前,国内消费品的价格稳定 我们将密切关注走势变化 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宣布启动对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应 5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 宣布启动对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 美方霸凌主义、极端施压的做法 违背多边贸易规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 中方始终认为 不断加征关税的做法 无异于经贸问题的解决 中方从来不畏惧任何压力 也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 应对任何风险和挑战 针对中方在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后提出的三个核心关切问题 高峰强调 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要达成任何协议 中方三个核心关切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 如果要达成协议 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二是贸易采购数据要符合实际 双方在阿根廷已经对此形成共识 不应该随意改变 三是文本平衡性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 协议文本必须平衡可接受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方绝不让步 高峰表示 中方不愿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对于美方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